左耳作为一部2015年上映的电影,不知道大家如今是否还记得那个夏天,它是由作家饶雪曼的同名小说改编,苏友鹏担任导演的一部优秀作品,而就在最近,这部时隔多年的作品,却再次引来热议。 原因是,张云龙在最近录制的披荆斩棘中透露,当年,他曾经参加过佐尔剧组的面试,可以看到,当时的他面试的是男三号的角色,苏友鹏告知张云龙,他演男三号实在是太取材了,然后,张云龙就被刷掉了。 借着此次机会,张云龙也打算对苏友鹏进行复仇,下定主意的他,决定一会儿坐在苏友鹏身边,告诉他,自己喜欢吴奇龙,并且还对张云龙说,希望他不要恨自己。 二人的恩怨请求,实在是让小编笑得肚子痛。 当然,张云龙说出,这件事也只是玩笑心态,并没有真的对苏友鹏有什么不满,导演组选角,肯定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 演技只是一方面,除此之外,与角色的契合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,与之相似的,早在之前的中餐厅的录制中,杨子就在与苏友鹏的对话中,爆料出自己当年被刷的事情。 面对如此直白的问题,苏友鹏一时之间也有些尴尬,接下来,杨子的一番话,更是逗得人捧腹,原来,杨子不只是了一个角色,作为导演的苏友鹏,对他的表演也都给予了肯定。 但是等着等着,人家就开机了。 最后,苏友鹏也是解释道,其实是剧组当年不想伤害他们,所以才没有说得那么直白。 对于当年剧组选角的严谨程度,原作者饶雪曼也是细说道,友鹏哥估计只能装诗意,才能在圈子里继续混下去了。 看来当年选角时,真的是如他所说,看遍了全中国所有那个年纪的演员了。 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,这部剧的优秀以及导演组的认真,索尔的优秀成绩,也更加证明了这一点。 希望各位演员和导演们以后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